今天我們要介紹 東京十大賞鷹景點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從上野公園出發吧 在櫻花季的時候呢 這兩旁的櫻花樹會盛開 看起來相當的壯觀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淺草的羽田公園 我身後方有三個Layer 一個是日本園園 後面是櫻花 在最後方的是晴空棠 櫻花盛開的時候 搭配晴空塔 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沿著羽田川沿岸 走過去 這邊兩旁都是櫻花樹喔 接下來是九段下的千鳥之淵 千鳥之淵呢 是位在皇居旁邊的霧城河 那在這邊周遭附近 總共有了兩百六十棵的櫻花樹 在盛開的時候呢 河上的櫻花看起來相當的漂亮 我們現在來到 有細流的冰璃宮恩賜寺庭園 這邊的櫻花樹 雖然不是那麼密集 但配合到後面的湖景恩賜寺庭園 是非常浪漫的喔 雖然現在櫻花還沒有開呢 不過我們現在提早介紹 讓大家可以做功課 我們介紹這十個景點 在櫻花沒有開的時候 也適合來玩喔 我們現在來到位於王子的飛鳥山公園 這裡的櫻花樹真的超級多的喔 這邊還有一個看起來超好玩的兒童遊樂區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這邊賞鷹 我們現在到了 熊貓公園知名景點 六億元 我身後方有一株很大的 舌寺櫻花樹 盛開的時候已經非常的迷人 踏上去就落小山 就可以看到六億元這個樣貌喔 接下來的景點是新宿育苑 在新宿育苑這邊賞鷹呢 通常大家會跟朋友一起 鷹魚餐店 看到我身後一大片 全部都是櫻花樹 我們還蠻幸運的 雖然雖然還很早 但有一株已經先開了 我們現在這邊是位於元素 別縣最喜歡的黛黛木公園 在我身後整片都是櫻花樹 年輕人都超喜歡這個公園的 大家可以從白天晚到晚上喔 這邊是日本知名櫻花牌名網站的 第一名 布黑川 這邊沿著河岸的餐廳 都很優質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illumination是一絕喔 接下來是六本部的Mittown 在這邊呢 看的比較不一樣 是夜鷹 所以在晚上也可以過來喔 最後呢 我們來到位在六本木Hills的毛利庭園 這裡呢 是在都市中可以賞櫻花的一個小天地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介紹的 東京市大賞印景點 大家看完之後趕快做筆記 準備櫻花祭來訪吧 我是偉恩 我是鮑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還是 林鄭 是 他在演藏 這次是 會輸的 各集 做筆記 而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